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是位思念设计师 小屋大座是我的工作室也是我的座有名 我专门买卖和装修小屋子 热在有限的空间发挥无限的聪明 希望能将小屋子介绍给每一个有缘人 让大家都能够找到满意的小窝 我身兼多职 凡事都习惯亲力亲为 但偶尔还是需要我的吉祥物 ID小天才 帮我分担琐事 与我合作无间 喂 我是小屋大座的Berry Kool 第一次 好 你想要找三房四组 可以 要包在我身上 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Roberto 好 谢谢 再见 再见 Roberto 我心里比较好 我是 Mr Toh Roberto 不好意思 你提早 而且提早半个小时 这叫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让你没有机会进去收拾 我就知道里面的真面目是怎么样 别担心 Roberto 我非常好介绍的屋子 绝对是非常棒的 非常棒的 绝对货真价实 你们讲的台词都是一样的 可以换一下吗 我很热 要进去吹冷气 当然了 你在电话里面特别交代 要找成熟区的三房转售组屋 这间屋林三十多年 大概七百五十平方式 非常符合你的要求 我最喜欢这旧式的组屋 非常地宽敞 你看 不像现在新式的组屋区 价钱又贵 空间小不划算 对 你有这种想法也是对的 这里要非常方便 因为这里是小硬度 你搭地铁 来吧 这一线我已经了解了 我看是搭车来的 一路上的风景我都看到了 你看 这里采光真的很足 主人很喜欢花花草草 对 你看 这里光线充足 风景宜人 不管对人 对职务都非常好 我不喜欢职务的 到时候我搬进来的话 这些全部外出 当然 你开心就好 那屋主喜欢大自然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它墙壁是白色的 那家具是木设的 那沙发是灰色的 那你 水泥地板 简单 我喜欢 你好像很有经验 你不是做这行的吧 不瞒你说 我是帮名人艺人做造型的 我是个造型师 Fashion Starless Fashion Starless 物质的设计我就很在行 服装造型我就不太行 难怪你的衣服我看起来很硬 还好 潮流这种东西是很深奥的 需要的是天分 要不然阿哥 阿姐也不会找我做他们的造型师 那你跟他们很熟啊 也还好啦 郑阿姐的狗狗 陈阿哥的妈妈 还有范阿姐的儿子都挺熟的 对不起 我说得太多了 对了 对了 个人隐私嘛 我看来你的人们很广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炫耀的 工作嘛 听说你除了是一个房屋经纪之外呢 也是一个室内设计师 那这间屋子也是你设计的吧 对了 我非常好介绍的屋子 设计的屋子是非常酷 非常创造的 对了 整个屋子的采光很好 主要原因是因为呢 你把这个墙壁全部打掉 改成玻璃 对了 因为玻璃要本身 我知道 因为玻璃可以制造反光 所以你一眼可以看到这个工作室 还有房间 给人家的视觉就是很宽敞 你很好 这一点你就懂了 我跟你说 我在做造型师的时候 我去过你阿哥的家 他的家也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就在我们面前拖 大吗 她的玻璃 玻璃大吗 玻璃很大 是 我们不应该讲这种东西 这间房间本来是一个普通房来的 我们把它变成了工作室 就非常适合你们这单身人士 这张长座不只能够当办公桌 还可以当饭桌 很适合 还有落地橱柜是从外面 都会做到里面来的 就能够增加多一点的储藏空间 连折叠式的脚车都能够摆在里面 是不是非常适合 真的 而且我的行头很多 这个储藏的空间我很需要 还有一点我要称赞你做得很好的就是 你用这个玻璃取代了墙壁 还有这个门口 让这整个地方的开放式 就把这个所谓的不规则型的给淡化了 谢谢您的参赞 谢谢 非常感谢 不规则形状的格局 只要发挥创意 也能达到美观使用的目的 量身订购橱柜 不但能隐藏格局的缺点 也开辟出另一个收纳之处 另外 将不规则空间作为私人用途 例如阅读角落 再透过自然采光投射 让居住环境变得更明亮 也让间隔更多元 这个睡房也是采用开放式的方法 而且这个阳光的投射进来 非常地明亮 你看 躺在床上一眼望去 就是这个工作室跟这个客厅 没有拘束的感觉 我很喜欢 是不是很创造 非常棒 而且除了这个床跟这个衣橱之外 没有多余的家具 这个衣橱也是建立的 对 这个落地厨柜 只能够把所有的空间都用到彻底 我跟你说 到目前为止 一切都做得很好 只是有一个问题 我不用上厕所 我不用冲凉 你要我呜呜地跑去厨房 没有 Robert 住在你身后 打开来看看 好特别 这个厕所真的很宽敞 你看 淋浴 洗手台 马桶 各有空间 对 现在物主对厕所都有一定的要求 这间本来是主人房的厕所 我索性把主人房的厕所跟厨房的厕所 打通二合为一 整个厕所的格调就好像是精品酒店的感觉一样 非常酷 你实际上非常好 被你这样称赞莫都会有点不好意思 你这个人很喜欢搞神秘 这个衣橱的门是浴室的门 那这个门呢 这道门 通往 厨房 原来你设计的这个屋子是一路通的 当然了 一定要设计特别一点 这样才能够配得上你 你没有注意到 厨房和厨柜是木设的跟灰设的 地板也是木设的 基本上整间屋子都相通的 所以风格保持于日更有整体感 还有 你做得很好的是这个拉门 煮东西的话 这个拉门一拉上 挡住这个油烟 没煮东西的话 拉开木门 你看 这个入口多么地宽敞 三个州重庆来都没问题 确实吗 听说他很肥 你还没看过陈汉伟 他现在也不瘦 是 还有 我要称赞你 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厨房 对吗 你把它打掉 所以这个门特别地宽 这个地方也多出来了 真的什么都瞒不过你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非常好介绍的屋子 肯定是非常好 遇到你这种适货的买家 真的是非常好 在好的设计 也要有一个懂得欣赏的人 你说是吗 我非常地满意 你满意啊 那今天就这样了 我的爹要来接我了 你的爹 我们再联络 好 我送你下去 等我 一起 一起起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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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 我的车来了 拜拜 拜拜 好 慢走 慢走 拜拜 拜拜 看你爹 她的爹 原来是个淑女 长得还不错 想要自由选择居住地点 转售组屋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首次购物者 更可获得高达16万元的购物津贴 额外安居津贴 只要运收入符合条件 可分别申请高达8万元和4万元的津贴 购买私房和以下的组屋 也可分别获得5万元和2万5千的公积金购物津贴 另外 购买靠近父母的房子 也可获得近居购物津贴 了解你的权益 让你买房预算更轻松哦 就知道没有那么爽快的 你一天跟我分开不到半个小时 就说要再多看看 这些搞一锁就是这么麻烦的 没关系 你再怎么麻烦 我搞得很幸福口福 一定可以的 加油 Robert 你还是要那么早到 你做人真的很有原则 谢谢 其实上次那间屋子我很喜欢 但是我个人觉得看屋子 应该要多看几间 你说是吗 当然 看房子还是要谨慎一点的 不过今天这间你肯定会喜欢 因为一样非常漂亮 非常酷 透明的大门 我一看这大门 我就知道里面很美 静静 来 你看 这里是一间三房式的转售主屋 一样是你喜欢的成熟市镇 物灵跟我们上次看的那间差不多一样 都是三十多年 屋主和妈妈两个人住了很久 最近刚刚大装修 很多设计不论是给单身还是小家庭 都非常地适合 第一眼的感觉很好 现代工业风 白色的砖墙 还有灰色 木色 黑色的家具 再配合柔和的灯光 整体上非常地舒服 你讲得很好 果然是行家 对 客厅很小 所以不需要太复杂的家具 简简单单就够了 这里就是男主人的睡房 你跟我说这个单位是妈妈跟儿子一起住 对 玻璃的拉门 可以直接看进去 很开放 不是开放 是因为男主人很好客 既然客厅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个房间作为客厅的延伸 那如果有客人来的话 就可以坐在沙发 或者坐在这里 活动空间就变大了 走 站起来 我真的很喜欢 我发现这些提升上来的地方 也可以储藏东西 你对吧 很多屋主在装修屋子之前 都要求多一点储藏工具 所以我们不要放在床架 在那边占据位置 连这里都可以做抽屉 是不是很酷 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只需要把这个玻璃门给关上 再把这个门帘也关上就好了 你还试试看 因为这个门帘很特别 自动的 对 我们在这里做了一整片的衣橱 之前你说过 你很多东西要摆放 这里有大大小小的橱柜 肯定够你放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整片的衣橱 尤其是这个小部分的透明橱 可以展示我 Bling Bling的名牌大衣 我看到那个黄阿哥的家 就是这个样子的 谁是黄阿哥 飞鹏 对不起 我不应该问那么多 这里我们做了一整面的电视墙 这里也做了一整条的插座轨道 你要安装多少个插座都可以的 美观方便又安全 其实这个房间的设计真的有让我惊艳 很巧妙地利用了现代家居 来使这整个空间非常的宽敞 而且没有失去现代风的格调 对不起 那你一个人住嘛 对不对 而且如果因为工作需要 你还可以把这个床路搬掉 整间可以变成你的工作室 谁说我一个人住 对不起 带我去看别的房间吧 好 来 门没开 我怎么出去 好 我开 这间房间呢 目前为止是做女主人的睡房 所以注意到它的粉色跟米色的系列 让人家感觉有淡淡的女人味 但是又贵偶婚 非常适合新婚夫妻 新婚夫妻 谁要结婚 你要结婚 没有 也不是说要结婚才需要买这间房子的 我了解的 我了解的 还有 衣橱是一定要有的 对吗 而且一个小小的惊喜 这衣橱里面有一个折叠式的烫衣板 你要烫衣的时候都非常的方便 是不是很酷 我喜欢这个小小丝 很酷 这里有一整排特制的橱柜 可以收纳东西 而且也可以当做梳妆台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椅子 需要的时候推出来 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收一去 不会占位置 这里还做了一个洗手台 可以让你洗手卸妆 非常的方便 是不是很酷 你的设计真的是男的女的都照顾得到 真的是很酷 很酷 当然 那是一定要的 那屋主把这道门换成门门 是要节省空间吗 不只这样 门后面是一个橱柜 这道门一无二用 既可以当房间的房门 也可以当橱柜的门 所以我刚才看到这道门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定有玄机 非常酷的设计不可能太平凡的 过奖了 也要会欣赏的人再看得懂就像你一样 还有 你看我身后这里 有橱柜还有收纳格 可以摆放电器跟摆放一些摆设品 跟储藏四桌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屋主一定很喜欢下厨 这么大的橱柜 还有这么大的餐桌 对啊 我们把处理食材跟下厨的地方结合在一起 这里有一个引擎酷格 还有一个隐藏式抽油烟机 再来就是这个烤箱 我可以把食物放进里面去烹饪 可以省很多位置 还有就是这个Island Talk 下面有很多厨柜 可以让你收纳你所有的东西 是不是非常创造 非常酷 我也发现到 这个立水架悬空着 也就是说 你帮我主省了好多的空间 当然 当然 屋主的要求就是我非常酷的使命 亲爱的 一定很喜欢这个料理台的 还有 这么大的饭桌 朋友来可以一起吃饭 那么一个人的时候 这里就是我的办公桌 我好喜欢 最重要就是你喜欢 后面的服务厅还有厕所 还有更多设计 我带你去看看 来 这间三房式的主屋原本有两间小厕所 一间是马桶 一间是洗澡的地方 为了挪出更多位置给睡房 我们把两间厕所结合为一间 然后整个大改造 你看 少一些凸出来的价值 再加上把这些成就的水管全部盖起来 整体看起来干净滴落 还有 我要给你介绍这个热水器 热水器 来吧 需要介绍吗 这个热水器是Smart System 这个热水器的温度 可以用电话的Apps来调节的 比如说 你回家之前 你可以设计几点开启 水温多少 那一天回到家的时候 可以洗个舒舒服服的澡了 是不是 Very Good 智能家居在近期 俨然成为许多屋主在装修时的必备 毕竟将传统家电升级 便能提升家居安全便利和舒适 和乐而不为 目前常见的智能家居 除了调节灯光冷气 就连窗帘也能透过智能遥控 完全不费力 智能家居也能提供效率和娱乐性 例如鱼缸的灯光和温度 为生活带来娱乐和便利 这个设置真的是很聪明 当然 我非常好介绍的东西 肯定是非常活动的 非常酷的 这个洗手台有惊喜到我 因为通常这样的格局的三房市 他们的洗手台都是在两间厕所的中间 可是你很厉害 你把它移到这里来 你让整个屋子的格调又不一样了 你正确 洗手台旁边就是洗衣机 而且是前面的 智衣服也不是问题的 因为上面有一个自动升降智衣架 以你的身高 我是说以你的身份 你的手是帮大明星做造型 怎么可以弄伤自己的手 所以不要那种传统的智衣架 这种是最好的 对吗 其实我是有一个助理的 平时也不用自己动手 一开口就可以了 总而言之 这个服务架我很喜欢 因为很整齐 而且很漂亮 那就好 Robert 怎么样 看到这个单位你满意吧 符合你的要求吧 我只能说你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人 帮我找到的屋子都是符合我的要求的 而且我没有想到的你都帮我照顾到了 我只能说非常酷 你非常好 这是应该的 或者这样子吧 你比较一下今天跟上次看的单位 看喜欢哪间让我知道 或者你的朋友 谁要来看我可以重新安排的 是小问题 好不好 没有 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他了 这样子 我回避一下 哈啰 亲爱的 我告诉你 亲爱的 又说不要结婚 后悔真的是很重 不要多感谢事 最重要是你的爹喜欢 然后这个交易马上成交是最重要的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 我的车来了 再见 好 慢走 再见 嗨 亲爱的 亲爱的 你看 我真的很喜欢这间房子 采光好 又是开展的 我想就成交了吧 看起来是很不错 光线充足 厨房很大 地方也很宽敞 可是只有一间房间 你不打算留一间房间给我 我过来睡吗 说得也对 而且看房子 哪有只看一次就成交的 就算你很喜欢 你要吊起来卖 多看几间来做比较 是吗 还是亲爱的 老妈最精明 我马上打给Agent 再看下一间 我吃的盐比你吃米多 听老妈的准没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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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